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沒有曾經在夢境中去到一個非常熟悉的地方 怎樣都找不到出口 當時只有你一個人 在你眼前出現的是一間又一間十分相似的空房 就好像被困在一個巨大的迷宮裏面 你一種感覺是不是似曾相識呢? 而其實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擁有相似的回憶 奇聞趣事 朴朔迷離 我是老波子 今天會為大家拆解都市傳說 The Backrooms 後室之謎 2019年5月12日 一個匿名者在4chan網站上上上載了一張照片 拍攝地點不長 內容是一個寬敞的室內空間 被淺黃色的牆壁包圍 看起來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詭異感覺 照片還附上一段描述 如果你不小心穿過真實世界的錯誤空間 最後你會進入後室 這裡只有濕地毯的發霉味道 單調的黃色 燈光發出湧湧聲的噪音 以及被困在大約6億平方英里 隨機分割的空房裡 如果你聽到附近有東西徘徊的聲音 你只能祈求上天打救 因為他都聽到你的聲音 之後有更多匿名者留言說 有印象曾經去過這個地方 而且迷失在裡面 事件在網上引起了熱烈討論 這個就是Backrooms 後室的都市傳說起源 直至2022年1月7日 YouTube頻道Camp Pixels 上載了一部微電影 描述一般人進入後室的經過 而再次引起了後室這個話題的熱潮 影片大約長9分鐘 講述一名攝影師在拍攝的過程中 突然跌落一個空間 畫面中所出現的 就是眾人口中所說的後室場景 攝影師嘗試尋找出口 但怎樣走都只是無止境的空間 突然有一個奇怪的生物追捕他 最後他跌落一個空間 畫面轉變為高空 再跌落現實世界的地面 Camp Pixels因為這部微電影而爆紅 之後他還製作了一系列的短片 講述後室其實是由一家名為A星公司設計的實驗 實驗目的是解決空間問題 為儲存和住屋提供近乎無限大的空間 結果因實驗失敗而意外創造出後室 雖然表面證據顯示後室只是一個網民捏造出來的惡作劇 但亦有陰謀論話 後室是一個美國秘密組織 在80年代進行一項研究而產生出來的空間 除了被困者之外 裡面亦存在著各式各樣會向人類攻擊的異空間生物 要了解後室是否真實存在 首先你要認識 liminal space 極限空間 這個詞語 liminal 極限 極限空間所指的就是具有過度性質的空間 例如十字路口 隧道 建築物內部的走廊等等 這些處於出發點和目的地之間的空間 我們的印象中平常都會有無數的人經過 但當這些平常應該是欺來讓往 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空間 突然變得空蕩無人的時候 就會給人一種既熟悉 但又焦慮不安 荒涼怪彈的感覺 而後室就是一種二次元的極限空間 正如Cam Pixel所拍的微電影 很多人認為後室的進入方式 是因為現實世界中出現了缺口 而令我們突然代入了時空的裂縫 進入後室而被困其中 和現實世界一樣 當你找到後室之中的缺口 就有機會回到現實世界 但據說能夠成功找到後室出口的人 少之又少 絕大多數的人在五座後室之後 就會永遠被困在後室之中 全球每年的失蹤人口多不勝數 連殘骸都找不到 很可能就是迷失在後室裏面 而因為後室的空間非常廣闊 甚至有人說是無限大 所以即使被困在後室的人數更多 但他們也很難和其他被困者相遇 另一種說法是 後室是存在於兩種狀態之間的一種過渡空間 進入這個空間的條件 可能是半夢半醒之間 發生所謂清醒夢或者原神出竅 又或者當人徘徊在生死邊緣的時候 離流之際進入假死狀態 後室就可能是那種連接人間與地獄的通道 而我就比較偏向於以下一種說法 當我們在昏迷或者貧臨死亡的狀態之下 大佬就會自行將我們的零碎記憶 拼湊成一個幻想空間 所以我們對空間會有熟悉的感覺 當你一扮人騷醒並且談論他們的經歷 因為集體意識而令到這個虛構的空間實體化 萬一你不幸意外進入了後室 以下提供四個方法 可能令你有一線生計 跟現實世界迷路一樣 就是留在原地不要動 你可以坐在這裡等待其他人的救援 因為你出現在那個位置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裡可能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切入點 其他人也有可能在這個位置進入後室 如果你萬無目的地走 只會令自己越來越迷失 除非你有一個必須要移動的原因 例如有危險迫近 如果我們需要在一個迷宮中逃脫 可以用一個稱為右手法則的理論 就是用右手貼在右邊的牆壁不斷向前走 因為一般迷宮的所有牆壁都是連接著迷宮的外邊界 靠著牆壁一面不斷向前走 理論上就可以找到迷宮的出口 但是這個方法不適用於一些有牆壁和外邊界分離的迷宮 另一個方法就是在牆壁上留下記號 你可以用鎖匙或者硬幣等的硬物在牆壁上畫一個箭咀 又或者將牆壁的一角撕下來 記錄你前進的方向 避免不斷繞回頭路 善用你身邊出現的任何物件來突破空間 例如在影片中出現的梯和承索 應該隨身帶備 這樣就有機會進入天花板的通風口逃出生天 當你被攻擊的時候 也可以利用物件來當作武器 究竟後室是由我們的記憶碎片 所堆砌出來的虛構空間 還是真實存在於兩個時空之間的域限空間 歡迎在下面留言發表你的意見 接下來我會製作更多有趣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支持下我 又或者去我的Facebook專頁劉過言 我是老波士 下次再見 支持大家